大家好,今天是1月30號,星期六 過去這一週,巴馬到昨天 7天的平均確診數字已經跌到在1500 最高的時候是1月12號在3600 這邊的政府是從聖誕節之前就開始管制 因為在聖誕節之前,從11月底到聖誕這段 群聚應該是蠻厲害的,所以這個case不斷往上 在巴馬,大部分情況都是怎麼開群聚的問題 就是家裡開Fiesta,巴馬幸福指數特高 特別喜歡開Fiesta,特別喜歡群聚 所以這也沒辦法 但是我覺得他們大部分都不是這麼恐懼 但的確啊,就是在有些人是會有重症的 就會覺得很後悔 像也聽到說有牙醫的親戚 然後他媽開生日Party,結果他媽就死了 就是他的低牙都死了 所以現在在看那個心理醫生 就這樣,他認為是害死他了 這種事情也聽到至少兩件 沒辦法,這個民族性是這樣 那這邊的確診人數好像度了30萬 然後七天平均 現在已經稍微降下來了 大概差不多跟11月底差不多是那個數字 不過比起9月那時候還是要高 所以還是要持續的再往下降 那個第一批的疫苗到了 但是也是一個鬧劇大家在搶 那有些人根本就不是這個醫護人員 可能是特權吧 那這沒辦法,這個國家 有人在取消啊 那個第一批運來的這個疫苗啊 從那個DHR的飛機下來 一小箱很爆笑的 比較一下看台灣呢 台灣這個我們的前總統 跟他的一些幕僚 跟他台北市長司機 這個和平音樂的事情 真的是 在台灣 這國民黨真是 真是有這種像馬英九啊 這一代對這些寶啊 這些豬隊友真的是不用混了 我比較美國的前總統跟馬英九 我就覺得 蔡英文應該是 李登輝教他教的不錯 學了李登輝這種政治鬥爭的藝術啊 他不像馬英九這個人就很low啊 去把那個搞陳水扁把他關起來 搞成那個民進黨這邊綠營的大團結啊 那相反的蔡英文就讓馬英九把他罰罰罰 那到處亂講話 別人是在此後退 所以這個 一個比較的覺得 這個蔡英文的確 在這方面是挺厲害的 雖然 我們這心智肚瓶 他根本就不是搞台獨的啦 所以這個老公那時候應該要放心 蔡英文在了一天就是 台獨只是搞不起來的 台獨搞不起來 當然大部分台灣 的人民也是希望是 維持現狀 我相信真正想統 極讀極統的人都是極少數 都是極少數 其實大家討厭只是 中共這個管制的方式 但我可不想去中國那邊住啊 TVBS啊中天啊有時候去看看 有時候去看看那個TVS跟中天呢 就會發現他們這個 經常在講 中國怎麼好 台灣怎麼衰 但 我現在 最近這個新聞出來 像海航破產的事情 海馬雲 基本上都消失了 他們這個集團我看也 快 應該也 不會完全完蛋了 畢竟他們是很賺錢的公司 只不過是 不要像以前那麼厲害 中國現在在收割韭菜 哎呀那個賴小明 一下就被 好像昨天馬29號被處決了 很快 我的感覺啊 不只是在台灣很多媒體被收買 被滲透 在美國也是一樣 像看很多 美國的這些媒體講的話 跟這些左派的 真的覺得瞠目結舌啊 不准你用講爸爸媽媽在國會裡 不准你用這種爸爸媽媽 你兒子女兒這種有性別的 這個字眼 那我覺得奇怪 你管人家這麼多 我要講說我爸我媽 不可以嗎 我就覺得 這個這麼重要啊 這也是覺得非常的 無法想像 那還有就是 有關於墮胎的這個事情 那我是覺得 我沒有說非常的幼 就是非常幼 就說要 我的想法不是這麼怎麼幼 但是我也是屬於保守派 保守派 保守派 我還是認為說 極左的這些人的想法呢 跟我是有蠻大的差距的 最近我在跟疫情這邊的事情 所以我開始做這個YouTube啊 然後做一些這些 以前沒有想到做的事情 他說你很幸福啊 早上退休了可以做這個做那個 在某些程度上也是這樣子啊 我覺得 可能 這個帶我一些不同的看法 也許 就是說 疫情之後呢 我們有不同的方式來 處理我們的生活跟做生意吧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剛剛我老婆再找我去走路的樣子 拜拜